日前一度传出要到情大演講 圈影場地等問題卡關 時隔幾週 國務黨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26號改到校外場地舉辦 終於成功跟學生過談 從兩岸關係到外交國防議題 趙紹康跟青年支求對決 再贊搭檔侯友宜 政見會中表現最佳 柯友宜他做了八年的新北市的副市長 做了五年的新北市長 那他怎麼可能是政治門外漢呢 民進黨的兩個神主派 一個反和 一個台獨 柯文哲的副手吳欣營 人則是在花蓮東大門夜市 跟民眾擲鋼琴 有人要合照 有人拿書要簽名 吳欣來者不拒 從上午出席競選總部查會 到拜訪魚場安排 女力座談一整天都在花蓮 指導國務島票倉 形成滿檔 身為彰化河美女兒的民進黨 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則是回老家拜票 回一小時後在和美生活的點點滴滴 身為總統候選人的分身 三位副手分進合集 全台跑透透走出同溫層 最後派能拓展更多選票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